第二点他问的 如果心里不存有恶想 但是不小心做了恶事 会不会有不好的因果呢 他心里没有恶念 但是不小心呢 他做了恶事 心中其实没有那个恶念 但是没有恶念 你为什么会做恶事呢 会不会有不好的因果 还有时候你心里没有恶念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好了 我心里便不想杀这个蚂蚁的 只是我脚踩过去的时候 踩到蚂蚁就死了一大堆 那可以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 我不想杀蚂蚁 不小心我踩到 怎么办 这个很好做的啊 会不会有不好的因果呢 一般来讲 因果还是会有 继承的事实都是一般来讲都是有因 有因有果的 那你没有恶念 那不小心去做了 你可以忏悔 用忏悔法 我们常常每天都是在修忏悔法 会不会有不好的因果 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 那你就是要唱蚁蚁 所以那个在印度 他们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他有节下安居 接下在夏天的时候是雨季 下雨 那下雨的时候 所有的虫都会出来 他们不好出去 佛陀跟弟子们不好出去 在这个 出去在街上走 在路上走 因为都会踩到的 那个是虫啊 鱼啊 为了避免踩到这些虫鱼 他们有节下安居 就在雨季的时候啊 他们找一个地方 好好静修 修禅定 修自己的法 那个叫做节下安居 这是依照佛陀的这个 例子来讲 为了害怕不小心 踩到了小生物 所以才节下安居呢 那么他也有几个比喻啊 比如我们好心 抽合了一堆伴侣 结果抽合了一对伴侣 结果这对伴侣互相杀害 好心做坏事 或者比如房屋中介 卖了房子给别人 事先不知道 洪水不好 结果房子洪水不好 害了主人 诸如这种状况 请问师尊 应该是 他意思是这样子讲 他好心 去做没人 那么这一对伴侣 结果这一对伴侣 到最后争吵 结果 发生了这个杀人案件 这样要赴英国吗 要不要 他愿不愿 他 他那个女 男女是不是愿的 没人 愿的话 就是已经很大灵魂 我好像有一个笑话 是这样子 一个法官 坐在 他的法官 在审判犯人 其中一个犯人 他一看 这个人 这个人一看 越来越熟 奇怪 这个人我认识的 他怎么现在想不起来 结果这个犯人就回答了 你不认识我吗 当初你的妻子 就是我介绍给你的 就是我介绍 我就是你的美人 我介绍 这个妻子给你当妻子 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 一弄自下 我本来要判你三个月的 现在判你一年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笑话 诶 是会有 会有 会产生这个 宴当初的时候介绍我的人 嗯 我看还是 修忏悔法 修忏悔法 他们互相杀害嘛 房屋中介卖了房子给别人 事先不知道洪水不好 结果房子洪水不好 害了主人 他自己回答是这样子 从心的角度出发是善的 或者是中性的 那结的果就是 应该是善的或中性的 这个DA 还是执行过程中不经意 导致不好的结果 虽然不是我们有益的 结的果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稍微好像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不过还是忏悔啦 这也是无心之过啦 无心之过啦 无心之过啦 我看 认为都是忏悔就可以 无心之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